腾讯体育10月30日训,骑士队刚刚炒掉了主帅泰伦卢,很多人都不理解骑士管理层的这一决策。 今天接受NBA官网采访的时候,骑士总经理奥特曼表示,泰伦卢是一个好教练,在季后赛中,他表现更好,但如今球队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改变,NBA正式凭直播胡人VS森林郎,战皇大战堂斯骑士经理奥特曼认为卢是一个好教练在零胜六负的开局之后,骑士队炒掉了泰伦卢,对于骑士来说, 泰伦卢是球队队史上最好的教练之一,他帮助骑士队拿到了队史的首作总冠军,执脚骑士期间,他一共取得了128胜83负的出色战绩,而在季后赛中,他的球队一共41胜20负,有着67.2%的胜率,但是乐布朗离开后,骑士队陷入到了艰难的困境。 我到这里的前两年,球队临时两年赢得了撞千,总经理奥特曼表示,然后事情像钟摆一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接下来的四年都删入到了总决赛。 这些不同的情况,需要的是不同的动力。 泰伦卢是一个优秀的教练,在季后赛中,他表现得还要更好,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现在球队处于一个不一样的形式,球队需要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当然NBA的主帅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即便是上个赛季,球队连续第四年杀入总决赛也是如此。 在上个赛季,健康问题,让他轮轮缺席了时长比赛,而在拉里德鲁的执教下,那时长比赛,其实对取得了九胜一副的出色战绩。 不过,现在的德鲁也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机会,这是一支拥有老将和年轻球员的混合球队,比如说赛克斯顿和科沃尔,之前输给底特律的比赛,两人搭档后场。 当科沃尔进入联盟的时候,赛克斯顿才四岁,显然的是,我们拥有的这支球队,将会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拉里德鲁说道,作为球员,作为教练,我都经历过重建,我知道,事情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的防守必须变得更好,我们的转换进攻一直都做得不够出色,我们会去做一些调整,我会给球队加入一些东西。 提出一些东西,各方。